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试射导弹 为了对抗中国的核潜艇和航母 印度还决定再建两艘核潜艇 谋求万一遭到打击后提升核报复能力 那么印度的野心能得逞吗 据印媒报道 考虑到中国日渐增强的海上实力 特别是除核潜艇外 中国还要建造两艘航母的计划 印度政府已同意再建两艘坚敌者级核潜艇 以削弱中国的优势 使北京无法对新德里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 坚敌者号排水量6000吨 造价29亿美元 它的动力来自一座功率85兆瓦的核反应堆 水面航速12到15节 水下航速24节 编制艇员95人 主力武器装备是12枚射程700公里的K15型中程弹道导弹 知名军事评论员岳刚认为 印度再建两艘坚敌者和坚艇 是为了在拥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同时 拥有核报复的能力 坚敌者号它只能是解决了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 性能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 淘汰技术上它进行了一些升级 它很难与核潜艇的大国相比 它现在搞出这么一个坚敌者核潜艇 也是一混搭的一个三载的武器平台 印度十分看重核潜艇 认为它的前行时间可以超过三个月 而且不易被发现 此前印度曾经两次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 租期均为十年 尽管印度对国产奸基者期待甚高 但是该潜艇从列入计划到建成 前后超过了15年 著名军事评论员岳刚认为 这说明印度核潜艇的技术 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 目前从印度这个试射的这个潜射导弹 它这个700公里这个射程 它是难以达到这个战略武器的标准 在短期内它是难以克服的 印度在这个核潜艇这个人才上面 它有断层 90年代足用俄罗斯将淘汰的核潜艇 摸了三年 中间又断了十年 要使这个技术和这个装备能够最佳结合 还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目前印度建造了核潜艇 它那个数量 它也是极为有限的 目前印度核潜艇 它的作用 也仅限于下户没有核潜艇的国家 印度扩大核潜艇编队 除了对抗中国航母和核潜艇外 还有一个阴险的目的 这就是希望拥有从海上 掐住中国脖子的能力 与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 印度对中国采取了双同战略 几部署陆军保卫北部陆地边境 同时部署海军恶守海上交通要道 以便对中国形成致命封锁 这里所说的海上交通要道 包括印度海沿海机场 靠近东南亚的马六甲 以及西亚的霍尔木斯海峡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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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